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信泄露 设施 包括供电系统 还有建筑物等所受的危害 包括地震 火灾 水灾 飓风 雷雨 电子浮湿和泄露等等 这个就是计算机的安全保护 另外一个就是软件系统的安全技术 这个软件系统的安全技术是保证所有计算机程序和文章的资料免遭破坏 非法复制和非法使用 而我们这个非法复制和非法使用的话呢 比较多 因为我们很多的单位它是不准你复制东西的 例如我们的铁路系统 它这种铁路单位 你知道铁道部的话 它们是专网的 它是不准你复制这些 大概有盘把东西复制走那不行 那属于什么 那属于性命 同时也包括超系统 数据库系统 还有网络超系统和所有计算机的安全 软件安全技术包括口令控制 鉴别技术 软件加密 压缩技术 还有软件的防腐质 我们看看这个软件防腐质 软件的防腐质是这双母盘 可以说是这双母盘 像母盘里面是一个 它是一个软件 是吧 一个正版的软件 那后来我们制造一个特殊标记 这是一个将母盘 不完全拷贝式组 那么我们准备一根针 在酒精灯上将指尖 用上针尖部分烧红 然后在磁盘上选择某个位置 将烧红的针尖 靠近磁件的表面停留片段 注意不要接触磁件的表面 在这边来烧一下 刚拿开针尖以后 磁盘接着这一份 就会有一个其他点 因为磁肉发生变化 不能够进入信息 因为这个位置 你也不知道是哪个位置 你在那边模仿方法不出来 是吧 因为光这条盘里面 这个位置刷一个信息 好 你在那边刷一个位置 你从物理上面 是很难模仿到一个位置 是吧 好 好 那么这个量是不能进入信息了 那么被手带上去的 如果央精雕塞 后来去读写的话 就会发生妖的一个错误 一烧过来它都不出来 这个盘子不能 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制作了一个 磁盘标准 好 然后这里要去考一考的话 那就会出什么问题了 它就会看 它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防考的东西 然后一开始读这个磁盘的特殊标准 读它 有标记吗 有 正常运行 结束 没有标记 直接运行 它就这个里面 大家会有这个东西 有没有标记的 你如果这个标记 你没弄的话 你考出来也没用 是吧 有标记的话 我就运行 没标记的话我就不运行 所以你考出来 是吧 你要读它里面的数据读出来 他人读自己的 但是呢 别验读它的话 读不出来 这也是一种 装拷费的方法 其实最早装拷费的方法 是巴基斯坦 有两位兄弟 当时他开发这个软件 在BOSS坦 我们在软盘 诶 太厉害 当软盘开发出来 给你考一走 他想出一个方法 你考 好啊 你考 装一笔炉 你考回去 所以 你一安装 就格式化银盘 是早期的 823 才这么干 啊 所以呢 开这个东西的 在里面考 因为别人还说 结果雅达的东西是吧 你安装 你放那个格式化银盘 是吧 你到晚 只要考它 给你把病毒还去了 就格式化银盘 所以呢 这是早期 防拷费 各种拷费 是吧 大部分就是 你考可以 给你加一个图进去 为了哪个时候呢 你的机器呢 就这么招了 这是一种啊 好 另外一种是防跟踪技术 哎呀 我们在这碗键啊 不会用debug 是吧 我们说debug单不执行嘛 是吧 debug可以打什么 类似地址 是吧 我们经常用debug 比方说debug 我想 当时我用debug 想去做些事情 防动态跟踪技术 就是debug 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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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倍加密的软件 进行更多 二六喔 你想什么 他在告诉你 这是三四二的啊 二六跟三四二 是吧 三四一 你也要挖三四一 对吧 他的地址是三四二的 所以他不过 他是 人间的128位 人间的FV6的 六四位 人间没有不一样 这是三四二 我们的I3 是三四二的啊 这个也是 三四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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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 最灵的18 你应该知道吧 这里的18 你看到没有 这是两个字节吧 是吧 这还有指定呢 一四二一 这是成两个字节 他发音过他 会面里面 这是我这样说 您 A 是吧 你给他一下 是吧 二二六一 什么意思是半地址 是半地址 是这个 半路里断 半路一断 一断两断 是半地址 这后面是PV 不知道 不知道 多少经位 他满了 来不来的经位了 知道吗 他如果全在 这条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 是吧 叫半地址 这边就是PV量 它的数据 这么大抬车 好 那我们就开跟钟 是吧 好 这个里面呢 有个仿的跟钟 这个里面为什么要许取下来 因为我们要有时候 我们在这边用一个密码的时候 用Debug 就是黑骨子选用的 是吧 你别人用个密码 是吧 用Debug 程序运行 你还要看看怎么用个密码 在汇别里面 一箱玩 是吧 后的时候 关键的上把 运行的时候 全是用Debug 假设上面是关键商法 这个是讨不在行动了 那怎么办呢 它封锁这盘书 我们知道那个跟钟的时候 还是要按T的 还有T命令 就是CHEST 就单步执行 就T是吧 单步执行 单步执行的时候 它封锁你的键盘 封锁你的T命令 还有Go Go是说 继续运行 封锁你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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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你的键盘 设定电话没用了 可能下面就是这个关键 你要查到的方法 或者是用的密码 然后假设 但是这个动作 它封锁电话 它就直接飘去了 这个时候就很麻烦 就是程序里面的 一个重要的关键部分 就是防动态转送技术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利用Debug 对加密软件 进行跟踪的时候呢 运行解码程序的时候 找到识别 词弹特殊标记的程序段 然后对其进行修改 所以进行加密的任务 需要进一步的措施 阻止解密的动态跟踪 使得在正常动态下 无法用Debug程序 或其他调试器 对软件本身进行跟踪 例如对一个加密程序 防拷费的技术上面 再增加防动态跟踪 使用动态的跟踪技术 是封锁键盘输入 是吧 这个 Esseuth 这个ец 偷偷信通览 是 acqua 当用户使用 你把他的T杯电 和GOMIN機器 konser 开的时候呢 会出现机器不接收 输入者现象 这是由于 CSN 2018 0N B dentro 那些 次对解码内阻止的封锁 好 这个0N 18今天开始的 With diferen �� mu 放到AL是什么,AL是射器 它这个内存里面有 长久的八个射器 AP,C,D,L,AL,B,L,C,D,L 它有八个,它有八个射器 AL是八字节的 是八位的,单字节八位 OR,AL,它它扣了一根 然后把这条指令 从这条指令给它2C和装处 Auto 2D就给Auto 2D要转转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这小子的电话呢 就写着这个机器的电话 Auto 2D中转 键盘中转就直接不了了 键盘中转给Auto 2D 后来键盘就封锁了 就是从里面 把键盘这个 给封锁了 你要跟中转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我给键盘给你 发生一个封锁锁盘指令 好 你这样键盘没销了 怎么办呢 就是你说我再开个网络 别人发过来 看不过来 因为我们deblog 一般都在上线 都在boss环境下面做的 所以它不联网 比如说我从网络 给你发一个 过来是吧 不行了 因为你这次电话的输入没有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是一个强大的同事 把你电话关键以后 你后面就跟中转去了 但是呢 你要 它有点执行 它又不能跳过这一路 是吧 怎么跳过这 怎么办呢 就得活着出来 把这个程序给改写 但是你不知道 这是哪个地方改的 这个你不知道 你要改一个程序 不可能是吧 改了执行文件 执行文件你不知道 哪个地方有这个东西 在内存里面 你能看到所有的东西没了 但是在一个程序里面 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改的 你这程序里面改 你这程序里面也就是 你一大把 你把这个改掉 对方实际最好说的事情 比方实际的灵灵 对方实际的灵灵 是吧 数据库网 是存数据的地方 我们编程的时候 最喜欢用的是 是吧 我们不可能把存机器 存在text的文件里面 也不存在 excel表里面是吧 所以你们要是什么说 必须是厉害把文件 存在那个 excel表里面 我们都过时了是吧 比如说 我数据存在text的文件里面 你请我存在 一个数据库里面是吧 在数据库里面 那你的数据库是怎么样 保证不被破坏的呢 不被窃取的呢 设置全线 加密 实际的 就是设置用户名和口令是吧 设置用户名口令就是检测一下是吧 只要用户名和口令 如果是正确的话 就可以了是吧 那么你们设置这个用户名和口令 检测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检测啊 就是说 把这个用户名 图出来是吧 跟那个数据库里的用户名 调出来是吧 你手指一遍是吧 是吧 对了 你就OK是吧 然后呢 就是 但是也是为了方便是吧 就是end 然后密码也是一起 一条语句吧事是吧 select 就是说这个衣服 用户名等于是吧 是吧 人家找出来的东西 然后end是吧 密码是吧 等于东西是吧 就往下里用 简单来说 用户名等于 密码等于 这个 一真 你就进来了是吧 是吧 是这么变的吧 没错是吧 有问题没有 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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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 这就是这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因为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在一条语句里面 如果后面加个OR1.1,坏了,你这语气是横违针,全部都可以,我再在你的密码区里面,最后加一个单影号OR1.1,那你这样语气是衣服,又不等于什么,密码等于什么,OR1.1,那这样语气是什么? 是什么?横违针,那你说你编成,你编成这个程度,你是不是愧对江东父老啊?是不是?那别人只要在输密码的时候,来个单影号OR1.1,那这条语气是不是就完事了?那这语气的话,你就这么编的话,那这条语气一辅,这么一编的话,那这一红密码简直是不是形同虚色是吧? 所以没事了,是吧?那怎么破解呢?不知道怎么破解,当时编的时候就是密码简直,密码正确,当然就过了是吧? 但是谁也没想到这里面有一个漏洞? 但是你在编程的时候,你会想到这是一个漏洞吗?想不到。 好,另外一个是网络暂点的安全技术。这个网络暂点要安全是吧?一旦被攻击了以后,就被人入籍了是吧? 那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保证计算机系统中的网络空性和所有站点的安全而采取的各种技术措施,除了包括近年兴起的防火墙技术。 这个防火墙技术,你们马上就应该想起中国防火墙,是吧?别的防火墙的人不知道。那中国防火墙的人是,知道是吧?还包括暴纹鉴别技术。什么是暴纹啊? 因为我们传出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传到防火墙,是吧? 没事,一个出去挂。暴纹里面有个鉴别技术。 你往这个地方发是吧?突然间来旁路一个服务器,是吧?他给你发个假暴纹,这边发,通过他再给你转发过来,是吧? 你以为是上级给你发的,其实是他给你发的,是吧? 这是什么?你以为是服务器发给你的,但是他给你转发了一下,是吧? 两边一发,你这个暴纹就产生是假的,是吧?所以产生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有密药和公药的问题,是吧?密药和公药,就是说你这个药的背上,然后中间解决了,我这个地方,我服务器里面有,公药是哪儿都有,是吧? 我有我的实药,就有你的实药,是吧?然后我让它间别,是吧?背上了,是吧?背上了,那么你这个就正确了。 背上就说明你这个暴纹有问题,是吧?要重罚。 还有数千名我讲的,还有这个防空技术,我们下一条讲的,还是压缩加密技术。 这个传输工中间这个要加密,要压缩加密。 压缩,压缩是肯定要压缩的,因为你的传输工中间,你不能够,你不能够大量传输,是吧? 这样再一再宽,同时还加密。 还有密药管理,密药管理是你的公药和实药,主要实药的管理。 还能保证先完全,传输安全而谈取的,安全传输技术。 网络分钟,监测技术,路由控制隔离技术,和流量控制分析技术。 还有这个路由控制隔离技术。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 就是有一些这个发个地址的,属于黑客的,是吧? 你把它隔离开,是吧? 但是现在有个新问题了,我们在这个云里面,云浮是吧? 云浮它那个机器太多了。 你放这么大个机房里面放个一百台物理机没问题,是吧? 但是呢,能够云格化以后,变成一千台武器。 这叫什么技术啊? 一百台被一千台什么技术啊? 叫百变金刚。 叫虚拟化技术,叫虚拟化。 一百台计算机变成一千台,不是你增值了啊。 这叫虚拟化技术。 变成了一千台什么?虚拟机。 这一千台虚拟机怎么办呢? 那你都在云隔离啊? 那你隔离不隔,隔坏了是吧? 你每个隔离让你就。 而且这虚拟机的话它是什么? 动成成的。 你不可能这个每个隔离就给你搞隔离是吧? 是吧? 好,那么谈什么? 谈一个一个网隔化。 就一个网隔化的东西。 好,现在出了一个技术叫什么? 云隔技术。 这个云隔技术也就是对云的这一块进行隔离。 有些像银墙、云隔、云顿等等这东西。 进行隔离。 它主要也是为了云端的这些东西来服务的一些隔离。 好,还有一个是流量控制分析技术。 看看这个流量访问问题。 这个是运行服务的探权技术。 设置安全运行的管理技术。 它包括系统的使用与维护技术。 随机护杖维护技术。 软件可靠性。 还有可维护性的保证技术。 操作系统护杖分析处理技术。 饥荒环境监测维护技术。 这个饥荒环境维护技术。 对吧。 这个技术呢。 其实这个饥荒环境啊。 现在是。 它不是以。 它不能人去看看了吧。 它是个无人职守的。 它有探草。 是吧。 探草。 然后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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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触感器啊。 进行这个。 这个。 这个技术。 尤其这个地方有的。 设在很偏的地方。 对吧。 它有一些地方。 它不需要营聚。 有些地方是比较偏。 那么它就用这个。 计算机去探头啊。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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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探。 这样一个技术啊。 这就是运行服务安全技术。 运行服务安全技术。 运行服务安全技术呢。 主要是一个。 主要是一个。 一个是管理技术。 就是使用上维护。 所以物料是吧。 软件手套。 还有很多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呢。 环境监测。 地方的环境啊。 社会的运行状态监测啊。 还有分析记录。 是吧。 这都是属于这个嘛。 运行服务安全。 一个是硬的。 一个是软的。 还有一个是病毒防止水。 病毒防止水。 那么要专门设置计算机病毒检测、 诊算和消除设施, 并采取承发的系统的一方安法。 以防止病毒的东西。 计算机运行系统的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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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系统的安全评价标准。 一谈谈标准的话, 我们应该有国际版的ISO。 ISO7498刚刚。 你看这个标准多少。 你看国际标准多。 七成多标了是吧。 讲了更多是吧。 还有国标、铁标,各种标是吧。 信息处理系统。 有再次开放系统互联。 它的名叫开放系统互联。 因为是Internet嘛。 是吧。 它可能是开放系统互联的。 然后呢, 基本的产版模型, 第二部分是安全结构。 在ISO749-2中, 描述了开放系统互联安全的体系结构。 提出设定安全的体系统。 系统系统的系统架构中应该包括五种安全服务。 安全功能的安全。 能够对五种安全服务提供八类安全机制和五种普遍安全机制。 第一个就是可信功能。 这个可信功能的话呢, 是目前的研究主题。 这个可信功能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所有的连接、网问、程序的运行, 都希望在什么? 在可信的一个目的下面运行。 所以, 这两年咱们研究这个可信物件怎么构建的问题。 是吧? 就是你的系统运行是不是在可信的目的上面运行的? 你的很可能不是在可信的目的下面运行的。 那就很怕,是吧? 如果黑客给你旁路了, 如果你的进程开放多了, 就不离可信了。 我们学家网里面有一个静态变量, 叫Static。 是吧? Static。 将来我们的一文件的谈话里面叫什么? 叫单粒类。 一个粒子单粒, 单粒类。 单粒类的话就是代表一种可信。 为什么呢? 它全局只有一个变量, 全局只有一个东西。 这个代表什么? 很安全。 其实我, 你比方说我任务管理器里面每次打开都是电脑里面的任务管理器, 每次打开都是一个界面是吧? 你不能开很多是吧? 为什么? 它有一个可信的功能, 叫单粒类。 它有一个是单粒类这种关系, 单粒类的技术。 你每次打开的时候, 你不可能打开什么任务管理器是吧? 每次打开一个, 你打开仅次打开一个, 而且每次都是那一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可信的一个目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黑客进不来, 可信。 另外就是一个安全标号。 就是我们的安全标识, 变成一个安全码, 相当于一个令牌。 是吧? 你有这个安全码令牌以后, 你才能够走, 要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走动。 是吧? 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时候, 结婚在那的时候, 有个人要出去, 如果封锁的话, 必须有个令牌, 才能出去。 没有令牌, 没有这个鲜饼令牌, 你出去是吧? 在这个计算机里面也是这样。 你进到这个域里面, 进到这个网络里面, 你是有一个安全令牌的。 代表什么? 安全标号。 它就是事件的检测。 这个事件, 它进行检测。 它有安全审计分钟, 它是安全恢复, 以及需要进行的5种OSI安全管理的模式。 好, 那么安全服务项目里的话, 当然了, 我们说的是有, 鉴别, assetation, 鉴别, 访问控制, 数据保密, 数据完整性和康复的。 好, 那么这个安全服务项目里面就是这个, 安全服务里面啊, 要有鉴别的功能。 所以你这个消息系统的话, 你肯定有鉴别是吧? 鉴别可能包括签名啊, 是吧? 包括这个信息式的完整性啊, 是吧? 访问控制是吧? 你刚刚哪线能访问哪线不能访问是吧? 全线。 数据保密, 你是不是传织空间, 是不是有这个保密性, 你不能够迷法成数, 是吧? 数据是完整性, 你要进行检验, 是吧? 你的数据, 如果不完整的话怎么处理, 是吧? 所以我们说, 以前我们最简单的数据完整性的时候, 我们喜欢用try, 是吧? 用try, 为什么用try一句啊? 你如果不完整的话, 搞错的话, 我不能够死机, 是吧? 我们就try, 如果它不完整的话, 我们再来一遍, 是吧? again, 是吧? again, 是吧? 然后看否认, 你签了名字, 是吧? 你不能抵败, 我没有3DPU, 是吧? 看否认, 因为你这个垫子的东西, 你不能够用紫子板了, 是吧? 你垫子的, 你不能够说我做了没做, 是吧? 看否认, 那不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安全审计跟针的时候, 我需要的东西。 好! 好!